这个侠盗有点酷,来无影,去无踪,劫富济贫,他先冲,出暴安良,逊如风,他就是来如风 东阳县的威红院里,来如风的身旁丽人相伴,又一杯美酒入侯,来如风心头轻松,挑战书已经下好 今夜,他就要去县衙走上一遭,管那鱼肉箱里的县太爷,要走一千两白银 再次复盘一遍计划,来如风对自己有十足把握 正要再饮一杯时,却发现这端久的侍女,无论是气质还是相貌,都好生出众 竟让见多识广的来如风,都一时愣住了 瞧见客人这副模样,眼尖的威红院老妈妈立刻向来如风介绍 这女子名为先秦,是打京城来的,据说她母亲还曾是个宫女 只是前些日子过世后,先秦为了养活弟弟,就流落到这威红院里,端茶倒水 不过,还从没上过客人的床呢 如此家人,又洁身自好,来如风心头一热,顿声怜香惜雨之息 直接提出为先秦赎身,对于五百两银子的报价,也是眼皮都没眨一下 只不过,来如风的阔绰能让老板娘眉开眼笑 可落在先秦眼里,就与流氓无异了 感觉自己要遭殃,先秦拿起包袱就要逃 然而,怎能逃得掉呢 老妈妈气气败坏,劈头盖脸就对着先秦一顿毒打 动静之大,简直响彻为宏愿 也自然使得客人们好奇 一个身着红衣的标型大汉打听 却不想得到的回答 让他再也坐不住了 原来,这红衣大汉名为珠宝 乃当朝摄政王之子世子杰的手下 当朝皇帝身染恶级,甲帮在级 却无子可及帝位 作为皇侄,世子杰本可及位 可他爹摄政王却身知儿子秉姓 知道他并非帝王之才 又想起,皇帝曾在东宫宠姓宫女 虽然事发后宫女被赶出宫外 但皇上常去为父四访 也生有一公主与王子 现在,是时候寻找他们了 摄政王以国为重 不愿让江山社稷会在儿子手中 可世子杰怎甘心与皇位师之交臂 因此,偷听到老爹秘语的他 当即就派手下朱豹前往东阳县 要让那对皇室遗珠从此蒙尘 得了主子命令 朱豹自然是挖空心思 他杀掉真正的钦差取而代之 骗取了知县信任 并以帮助捉拿大盗来如风为条件 要知县帮忙寻找那两个孩子 却不想 刚刚来到威红院放松 就发现自己要找的人 很有可能就在此处 出身京城 还有一包地 朱豹心头一动 想要求先秦过来陪酒 却得知他已被一位客人赎身 而且已经交了定金 剩下的五百两 今晚就付清 寻花之人为青楼女出身 这事不算稀奇 可是先交定金 还偏偏是在今晚 在来如风偷银子时付清 这就有点值得玩味了 事有蹊跷 朱豹赶紧与支县返回县衙 却不想丑时终生刚果 一道剧烈的爆炸声就在院内响起 县衙大牢内 来如风如鬼魅一般出现 在速速解决完几个牙役后 清潮而出的犯人们 已经成功引起县压的骚乱 朱豹气急败坏地冲向大牢 然而看着手忙脚乱的捕快们 他又瞬间折了回去 可惜他晚了一步 来如风这招调虎离山 依然完美收官 一千两银子到手 父亲赎金的来如风 正要带先秦离开 却不想朱豹从房内走出 逼问来如风 把先秦藏去了哪里 其实就连世子节都不知道 考虑到先秦的安全 摄政王在明面上派人寻找的同时 还只派了仅一位指挥使 刘玄平暗中前往 现在 乔装成叫花子的刘玄平 已然成功营救下先秦姐弟 只差把二人送去摄政王府 荒郊延岭处 刘玄嵘催动马车就要离开 却不想一阵进风吹过 来如风一脚就把刘玄平踹倒在地 质问他 因何带走先秦 前有狼后有虎 刘玄压怒火 告诉来如风现在并非打架的时候 一切都等到安全脱身后再说 把先秦姐弟赞托给来如风照料 刘玄平翻身上马 引诱主宝离开 在挨了一道飞镖后 才显之又显与众人会合 然而 追兵没了 刘玄平却并不好受 飞镖内有毒 刘玄平若不及时用药 恐怕危在单膝 情况危急 来如风略为沉隐 当即表示去为刘玄平求药 刘玄平感激 可等来如风走了 他却不顾伤情 立刻就要离开 谨慎如他 从一开始就对来如风不信任 身为江湖浪子 谁也不知道他安的什么心 刘玄平说罢就携众人离开 然而他却低估了来如风的速度 求药回来的来如风 看见刘玄平要离开 还以为他要霸占自己的姑娘 即便刘玄平亮出锦衣为另拍 来如风也毫不退让 事已至此 刘玄平不好再瞒 只得把先秦姐弟的真实身份 如实相告 却不想来如风听闻真相后 居然主动表示 愿为刘玄平代劳 替先秦姐弟的安全 走上一遭 江湖游侠竟甘愿舍生取义 刘玄平纳闷 不理解来如风何以至此 却不想来如风爽朗一笑 来如风只是一时胡宗的名字 其实我的本名叫雷锋 原来如此 怎么不早说呢 这下刘玄平对来如风的怀疑 荡然无存 达成一致 来如风与刘玄平兵分两路 来如风角力快 赶往京城 向摄政王报信 刘玄平武力强 便带着先秦姐弟藏身于此 静待之缘赶到 要说刘玄平身为锦衣卫指挥时 即便面对珠宝的亲戚 也能保护好先秦姐弟 然而 当收到丰盛的世子杰亲自带兵赶到 就算刘玄平有三头六臂 也是好汉 架不住人多了 先秦姐弟被抓 刘玄平被俘 县衙内 世子杰面色阴冷地看着台下二人 正要挥动闸道 来如风终于赶到 虎入羊群一顿看 寻到间隙的来如风抓住先秦姐弟 成功突围 然而 来如风虽以轻功建长 可带着两个人的他 终究跑不快 更何况 这世子杰虽是败类 可并不是草包 因为飘动 世子杰已然踏风而来 与珠宝堵堵住了来如风去路 情况见不容发 连一向玩世不恭的来如风都异常谨慎 要知道 他个人生死是小 可国家设计是大 因此无论如何 他都必须击败世子杰 兵器宁神 孤注一掷 来如风用尽全力施展鬼魅身法 一边提防世子杰 一边与珠宝拼杀 为了求胜 他拼着胸口遭创击杀了珠宝 却不想回过神 先秦姐弟 已然被世子杰挟持 公主王子成了人质 来如风完全被撤咒 束手无策之时 脱棍的刘玄平 突然一标射在世子杰身上 成功结尾 而当代表速度与力量的二人合力时 狼子野心的世子杰 只能随着自己的野心 一同消亡 辽阔山野上 看着衣着华丽 却渲然气下的先秦 来如风潇洒一笑 向他道别 当先秦成为公主 来如风也无意仕途 即便先秦再轻心来如风 两人也注定要相忘于江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